我們要介紹這個BV的包呢 是他們最新上任的創意總監 叫Daniel Lee 他幫BV創作的第一款包 然後這款包叫做Punch 你看這個包我覺得它好可愛喔 它很像一朵棉花糖的感覺 然後也像雲朵一樣 所以也有很多人叫它雲朵包 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這個抓皺做得很好 然後它其實下面其實是軟包 但是它是個這個骨架 它這個骨架是很硬挺的 就算是中間沒有塞東西 它還是很有一個型 那像我們今天這款包呢 它是辣椒紅的 然後表面是用這個品牌最經典的 皮革編織小牛皮去做的設計 然後這個包打開裡面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其實什麼東西都塞得下這樣子 那這款包呢 雖然它沒有任何的背帶 它就是一款手拿包 然後你可以手拿著 或是就是抱著它 在時裝之後看到很多的部落客 很多的編輯 他們就是穿得很簡單 然後手拿著 或者手抱著這個包 我覺得就非常時髦非常酷 這些Heddy為Celine設計的全新包包 一點都不Celine嗎 SACE命名原自Celine巴黎總部的門牌號碼 圓滑收編的上蓋 與金屬所扣的造型 原自Celine1960年代的包款 包包設計的靈感 來自真正巴黎人提拿包款的優雅方式 經典的牛鎖結合了男裝的腰帶製法 大中小不同尺寸與不同顏色 在看到包款實體研究它的瞬間 我已經迷上這款包包了 如果你喜歡之前的Classic Box系列包款 你一定也會喜歡這款Trium 這款包包的扣鎖 甚至更漂亮也更Celine 原自1970年 Celine創始人研發的 凱旋門雙C Trium鎖鏈標誌 像小書包般的簡約設計 真的非常百搭 最後一個出廠的包款 是在Celine官方IG上造成話題的 The C包款 這款被校稱為鬆餅包的The C 外觀格紋其實來自Celine 1980年就使用過的皮革工序 風格強烈的C字母所扣 即時源自於Celine1970年的 包款開關細節 可滑動調節長度的鑽石著面鏈帶 靈感來自創始人 在凱旋門看到的鎖鏈 三個包包裡面都有五個夾層 比之前的Celine包 隔間更多也更好收納 多種單色或是拼色格紋款式 無論是年輕不羈或是復古優雅 都可以展現不同風格喔 你也心動了嗎 你如果今年推出了這個包呢 很經典的包包的這個花色呢 叫做Alt Brick 然後它是來自於就是Dior他們 1967年時候就有精油的這個 Logo包包的包款 新的設計師他們就從以前的 以前的典籍去尋找到這款圖騰 覺得很美 所以今年就把它拿來做複刻 然後這款包包呢它名字叫做 30 Montaigne 因為Crisse Dior呢第一次在巴黎開的總店呢 就在蒙田大道30號 那為了紀念Dior先生呢 所以這款包的名字就叫做 30 Montaigne 那這個包包它其實包身就是很經典的 一個長方形的方包 那它最特別的地方是在它這個Logo部分 CD的這個Logo是全新設計的 然後它的包包打開方式也很特別 它會直接彈起來 包包裡面呢其實就是很簡單 它有一個夾層 然後裡面就是很基本的一個大的空間 那後面有一個拉鍊的部分呢 是可以裝一些比較私密的東西 皮套的地方呢 這邊有身份的驗證 然後燙金的這個Dior的Logo在這邊 那在這個皮革部分 它還有浮雕了這個 Sense Montaigne的這個字樣 它在鏈帶的部分呢 雖然是皮帶 但是它在這個扣環的地方 它是採用了軍用的那種 腰帶的一個概念的設計 所以會感覺這個包包呢 特別的有個性 那接下來這顆包呢 是Loebe的Hammet包 吊床包 他們這個Polar的特別系列呢 有推出了這個草編的款式 我覺得這個包呢 好適合夏天喔 因為它這個草編的感覺 然後它拼接了皮革 然後這個皮革是很亮麗的橘色 所以呢我覺得它在夏天裡面 不管你搭配什麼樣休閒的服裝 其實搭配起來都很好看 然後旁邊兩邊是有抽繩的 中間這個有一個扣的地方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真的像吊床一樣 就是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 但扣起來呢 又是另外一種包型 所以它有很多變化多端的背法 跟不同的變化 或是你也可以把這條皮帶拿下來 就它就純粹變成一個手提包也可以 那裡面的空間非常大 然後又很輕盈 因為它是帆布底的 然後平接皮革 所以它背起來非常輕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 感覺很輕鬆的一個包包呢 它其實在夏天裡面 你可以去海島度假的時候帶 我覺得都很適合 在海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穿一件綿麻材質的長照衫 然後配一條寬褲 或是配一條比較輕盈的那種沙龍褲 然後背這個我覺得都非常有形又好看 接下來我們來看Burberry 今年推出的e-bag 這款包 這款包叫做TB Bag Burberry的設計師Ricardo Tiche 他進入這個Burberry之後呢 創作的第一款暢銷的包款 那TB Bag呢 這兩個字母的縮寫 其實主要靈感是來自於品牌的創辦人 Thomas Burberry 它的名字的縮寫 然後它的Logo打開的方式蠻有趣的喔 是用這樣翻開的方式 這個金屬設計得非常的精巧 金屬的部分全部都是在義大利打造的 那麼裡面呢 最前面的這一層它有一層夾層 你可以放就是你的車票卡啦 或是你的門禁卡 那第二層呢 裡面就是會有兩個夾層 就跟一般的包包一樣 你可以放你的皮夾 你的長夾 或者是你的眼鏡盒啦 或是你的手機 都可以放到裡面 那最後呢 它也是有個拉鍊 可以拉開 稍微有做了一個空間 所以你這裡面 是可以裝比較多東西的 那這個包款呢 因為它這個包身 製作非常簡潔 外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金屬的穿孔 所以它這個鏈帶要怎麼穿上去呢 在這裡 它這個翻開打開來 這個地方有兩個皮革的環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皮革 這個地方穿過去 那現在這個包呢 它在歐美其實已經變成很流行 因為有好多明星啊 然後模特兒都有在戴它 像Gigi Hardy 它就戴著一個全部都是駝色的TV bag 它都搭配它的牛仔外套啊 牛仔褲子 那像Jessica Tristan 它有一個全黑的TV bag 搭配了駝色的大衣 然後穿起來就這樣經典 非常Classic 品牌LOGO也是時尚符號之一 更是這波復古潮流中的重要元素 不妨從LOGO包包開始 也能穿搭出簡單又時髦的流行風格 我是時尚主編Annie 讓我來告訴你 今年超流行的LOGO包該如何穿搭 Dior的Book 托特包 富科的Dior摸了滾印花 其實已經淡出了很多年 只在一些Vantage包包上才看得到 今年強勢回歸 已經造成搶購蜂巢 如果怕拿LOGO包會顯得老氣 不如選擇包型比較時髦的腰包款式吧 Gucci的Ophidia系列腰包 它有經典的帆布GG LOGO印花 和綠紅綠織帶 設計復古但造型很潮 Fendi的迷你血統包 採用皮革浮雕的雙F LOGO 看起來很可愛又很Girly 不妨搭配不規則剪裁的洋裝 感覺可以參加派對或約會 Fendi的Peekaboo從2009年出現至今 仍然是大家心目中的Etibat 不論上班開會還是週末出遊 都能輕鬆融入你的日常裝扮 今年秋冬 Peekaboo推出全新改版的X-Lite系列 內裡隔層變成柔軟皮革 讓整個包款更簡潔輕盈 雙色設計讓包包產生截然不同的兩種個性 這款經典的Peekaboo Regular 尺寸介於Peekaboo Large和Mini之間 大小剛好適合亞洲女性 容量夠大 足以裝得下女孩們的隨身小物 又不會過重 Peekaboo Mini是家族裡最小的尺寸 漆皮材質加上吸背帶 背起來耀眼又可愛 很適合週五下班跑趴或參加朋友聚會 搭配迷你裙、短靴 絕對讓你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 這款小包今年秋冬還出了超時髦的小外套 防水的FF LOGO 帆布材質搭配復古金扣 外套上的皮革圓標 更有種休閒氣質 讓Peekaboo Mini穿上後 就像一款截然不同的新包 簡單的包身設計高質感的皮革處理 乾淨利多的線條及色彩 完美呈現出SELINE的優雅風格 特別的是包款皮革經過手工來回的滾動 最後才呈現出半亮面的效果 內裡則是採用柔軟的小羊皮 搭配淺金色的扣環 呈現出高貴典雅的氣質 讓人愛不釋手 品牌LOGO 則是低調刻印在表面扣環下 呈現出品牌低調又奢華的時尚態度